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會知道我們居住的地方究竟是用硬水還是軟水 假設硬水的時候 我們會用中央的軟水系統解決問題 空氣方面用智能的過濾空氣機 又可以靈致我們吸淡新鮮空氣 即是減低呼吸道的問題 甚至有鼻無患我覺得應該需要 是對的,防彈性於治療 沒錯,可以了,我每樣都安全,生活得舒適 還不可以的 又還不可以? 你為自己和家人著想其實都要 我已經為了,才會和你一起合作做這個節目 其實中央軟水機基本上沒有過濾的功能 你也知道水喉水裡面有氯氣嗎? 你教過我,跟我們講過 氯氣基本上就是一種化學物質 你知道你洗澡的時候會喝下去嗎? 很多環境令到污染、化學品、肥田料 有機化物質,有機化物質 其實基本上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知道你洗了一個十分鐘的量嗎? 你知道你喝到幾個杯水嗎? 我很舒服的量 我洗了十分鐘 不是,小孩子洗了三十分鐘 其實其實如果洗了十分鐘的量 基本上你是喝了八杯濃度的 沒有過濾的水 你喝了一杯水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精氣裡面 精氣揮發 你的呼吸很深呼吸 對嗎? 你要毛孔擴張 其實其實那些精氣 或者化物質 一直在你的身體裡 即是由毛孔吸收到我們體內 魷魚喝了八杯 八杯的concentrate 濃縮了的 有問題的水 不是喝了八杯水 是濃縮了的chemical 相等於大杯 即是化學物質的水 進入了你的身體裡面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 其實基本上這些化物質 不只是你 不是不洗澡 你不洗澡也不行 其實你洗一次澡 不只是你 因為那些水蒸氣 都會向外面你的房子 一直分發出去 散播在整個房子裡 其實對你家人也有些問題 即是一個洗澡 全家享受 吸收一些有化學品的物質 其實這些科學證明研究了 有一個byproduct出來 有機會是 產品可以減低這個問題 是的,可以做 產品可以減低這個問題 我已經和你合作了這麼多集 我知道了 這三支一定是和你的產品有關 是的,首先來講兩支 這支一支是一個升級的 這支解決你軟水計問題 這支我認識了 是豬 塑膠豬做了一個叫做 正離子交替 正離子交替 認識了 代表這個 這個迷你系統 這個碳 我們叫活性碳 活性碳的作用就是吸臭吸味 吸化學物質 吸顏色 顏色 油色 就是這個 這個迷你系統 如果這兩個加起來 其實可以放在中箱機上面 就是二合為一 二合為一 可以 就可以把化學物質拿走了 可以過去看看 那我帶你抽獎的東西 那麼像金箔金沙的 對 基本上我們要看這個 又要看這個圖 好 水經過了軟水系統 軟水機 再經過了碳 過濾氣 其實這個 就是重金屬的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星和吸化 就是星和銅的合金體 是 其實就是我們用一個 redox的process 將那些重金屬吸收了 放一些酵化下去 這個中文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不過anyway 經過了之後 連重金屬也拿走了 出來的水 是比礦泉水的質素更好 是否將這個水的所有化學物 全全清除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以上 可以拿走了 好 我想問你 硬水又會不會經過這個系統之後 過濾過之後 會減低了 不會 絕對不會 硬水一定要經過離子交換 才變成軟水 基本上是兩種不同的系統 兩種不同的系統 軟水系統 再配搭濾水系統 再加上去塑膠水系統 完美 中央機 不過還未去到 蒸頭水的吸收 我們叫做 比礦泉水的質素更好 那就是液滲透 已經去到液滲透了 那沒理由用液滲透來洗澡 不可能是浴水 浴水 不需要的 是 那我就更加學會一件事 但是我手肘枕著這件事 是喔 我們拿進來的時候 適合你高度 很多工作人員說 咦 這麼像以前那些沙漏缸的 又或者像是否沖茶的 那我看到不是 有個花灑頭是接駁著的 這個呢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貨房間 你知道了 大廈 是大廈 或者是康島 那些複式的高層大廈 那整個不守礦 它也是有軟水的功能 全部的樹枝粒在裡面 還有呢 另開去看看 好 先讓我看看 等我來 這樣呢 我現在學出的 中間 中間 有個碳過濾 有個碳過濾 夠的嗎 這個呢 每三個要換一次 要換的 要換的 而裡面的 全部都是膠珠粒 膠珠粒 就做了軟水的成長 軟水和過濾功能 好 我又想問問一下 為什麼會用到這件事呢 因什麼原因 我們用到體積比較細一點 又好像比較輕巧一點 還接駁了 花灑 就是一定要用來洗澡 是 因為為什麼呢 大廈式 通常都是用一個共用的熱水缸 所以來講 處理軟水方面 熱水方面 處理不到的 就是我們傳統式的軟水機 因為這個 我們是自己有獨立熱水缸 是 這些詳細解釋 我們先坐下 這件會比較方便 是 這件小型的工具 軟水機 就是局限於洗澡 是 但是問題 你所說 譬如說 有些人住上樓 是 它那個叫做內水 是可能不能由我們自己去控制 是控制的 正確 一熱水缸共用 用來洗澡 是 這個比較小型的大廈式 它會不會有自動清洗呢 這個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 就是我不是另一個蓋子 其實你自己加點鹽水下去 然後沖乾淨 其實隨時大概十分鐘左右 很簡單 就是 因為它的質量是比較小的 只是洗澡 你不是全屋用的 所以交換過程是短很多的 但是也是 正確跟全屋的軟水機一模一樣 全屋的淨水機一模一樣 全屋的淨水機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 那我們更加認識到 如果令到我們在加拿大 住的時候 會能夠令到 水之中的污染物 是一直一直減低 有優質水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家裡 安裝一個 一個叫做軟水系統 或者淨水系統 淨水 加上這個淨水系統 那些水出來 就會更加可靠 與及安全 而且喝得健康一些 喉管會改善很多 即保養 對 衣服比較耐用 人比較耐用 但是有些人說 在加拿大來了的時候 不關連什麼時候 洗澡洗頭容易脫髮 跟我們所說的 那些水是有污染 有沒有關係 其實不可能會是 因為為什麼呢 不可以這樣一概而論 你遺傳沒辦法 對嗎 但如果真的說 因為水的問題 其實水都會靈致你的頭髮 你有沒有發覺 在加拿大出生的小孩子 那些頭髮的顏色 會比較啡 一點 因為很可能 就是因為硬水的問題 還有陸氣 會將你的頭髮飄了 所以來說 脫頭髮有機會 硬水有問題 頭髮 稀疏一樣可能是 那些游泳健將的頭髮 都比較淺色 因為他經常在泳池練水 是啊 而且游泳健將 應該要把女生在家裡 有得休息 他們會 因為陸氣太重 我們也會 下一次我們再談 這個問題 環保意識 謝謝Michael 好 好 好